奔驰降价不手软啊 以下这四款车型开出去都是非常的有面子 信仰金降起降来直接把宝马和奥迪给逼上了绝路 性价比非常的高 第一款奔驰GLC 这款的定位是豪华中型SUV 底盘方面更是全系标配四驱 在操控和通过性这方面 这款车表现相当的棒 而且这款车现在价格方面也是相当的给力 官方只打价4278-531300 直降12万 入门几百分优惠过后31万多就能够打下 这是它的老款车型 而新款车型并没有这么大的优惠 不过这个价格也是相当的合理啊 因为在动力方面 它全系标配阿里人替涡轮增压发耳机 爱信9位地边的香 马力能够达到204 这是低功率版本 高功率版本马力能够达到258 不仅能够给到你超一流的体验 高速账面行驶更是稳重扎实 再加上外观方面的颜值更是非常的高 单场型会看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它达到4米826 轴距2米977 空间方面也不小 动静车内颜色非常舒适 配置方面更是非常丰富 而且车里的豪华感更是非常足 同时这款车还有5座和7座版本 能够满足你不同场景的用车需求 只需再加1万就能够入手 相当的良心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第二款奔驰GRB 这款车的销量方面虽然不如GLC那样好 但是在同级别程度来说的话 这款车也是很有话语权的 首先这款车降价达到12万7700 它的1.3T入门级版本现在18万多就能够打下 动力也不算很弱 开车也是非常的够用 而它的2.0T版本现在已经跌至21万多 诚意也是非常的足 而且动力也是很强劲 马力能够达到199 再加8档式双利盒变子这样的加持 已经质量稳定 就算在市区超车边道 这款车也是能够给到你很不错的行车体验 而且在空间方面 这款车也是非常够用 长4.638 着具2.829 由无座和七座版本供应选择 选择性也是多了一点 而且无座和七座版本价格方面只差出了1万 诚意也是非常足 现在价格方面这么亲民 你会入手哪个版本呢 第三款奔驰C 有一说一 这款车的销量方面确实要胜过宝马3系的 尤其是现在狂降9万2之后 同时让这款车的销量提升了一个台阶 入门级版本已经跌至23万多就能够拿下 估计有很多消费者会比较纳闷 为什么现在价格这么低 而且还这么收入认可 这是它的老款车型 新款车型优惠后的价格是达24万 价格方面也是比较合理 并且这款车只是搭配了1.0T发映机 但是在销量方面完胜奔驰GLC 体备的韩式9AT变子箱 入门级版本马力能够达了170 高功率版本马力能够达了204 优惠后的价格是26万多 开着开出时非常爽 而且零百加速最快能够达到7.5秒 油耗能够低至6.3 就这样的表现 谁看了不心动 而且差长达到了4米882 192米954 再加上外观方面受大的三大行为作为 背书 很难让消费者不心动 车内空间宽大又舒适 价格方面一降再降 这次您是考虑它的老款车型 而新款车型的第四款奔驰A 作为奔驰的入门级车型 这款车在销量方面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现在降起降来那也是一点都不手软 要知道在之前这也是一款30万级别的车型 现在入门级方面优惠过后只需13万就能够拿下 这是它的2022款车型 而它的2023款车型优惠后的价格是15万多 也是能够让你自由选择 功率方面全系别被7档式双立合变的香 再加上1.3 3T涡轮增压发浪机 低功率版本马力136 高功率版本马力163 动力也不算太弱 市区行驶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在外观方面更是实用的加速式的设计 它达到了4米630 早起来米789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宽敞 但里的豪华感更是扑面而来 现在这款车降起降来也是这么狠 你会入手吗 那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